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考生聊聊 我是葉提老師 有同學發問說 選擇學殿也是一種選擇嗎 說到學殿其實我也蠻感慨的 我們先定義一下學殿這個詞 學殿通常這個詞會講出來 都是不太懷好意的 那通常我們會在攻擊人家的時候用說 你這個學殿仔 就是來 嗆對方說 您的學位比我還低落 這時候我們就會用這個詞語來罵 那學殿 學殿這個詞是在講 人家的學校就像一張店 你花錢繳學費 換到人家的一張文憑 除此之外 你什麼都沒有拿到 也就是好像是 去 花錢買文憑啦 那第二種說法是說 我 花了繳學費 你畢業了 可是我 卻沒有公司要 也就是說你這個投資就是拿了一張紙 賣了一張紙 那其實這也是一種學殿的說法 但其實我們從宏觀來看 每個 教育機構都會收錢 那每家教育機構都是店啊 那你這樣罵人其實很沒有意義啊 只是說 你 今天 你的這家店 可以讓你有能力去 台積電工作 拿到很高的報酬 就是你買的東西 那不算買啊 這叫投資啊 你投資的這間學校 那你以後 拿著這間學校的文憑去投履歷 那你可以 拿比較高的報酬 那 有些人拿比較低的報酬 那甚至有些人沒有拿報酬 領基本時薪的 你就會罵他是店 但是這件事情你 回頭來想 或者是從 最根源的角度來想 你會發現其實最後的根據都是說 老闆給的薪水 取決於你這個學校店不店 那其實 對於如果是知道自己想要幹嘛的人 這根本沒有意義啊 如果你 壓根 就不是一個 適合去被人家請的人呢 你是適合創業家 或者是你是一個 接案的設計者呢 那所以說這種說法我覺得不太合理 那第二個如果你要以薪水來說的話 那也沒有什麼學不學店吧 應該是看 你的科系相關吧 像比如說 拿台大某些科系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說他 出來的起薪沒有那麼高 甚至一些私立的大學的理工科系 都會比台大的一些人文科系的 起薪薪水還要高 那你能說 台大 比較不學店嗎 或者是 私立大學比較 學店嗎 其實這都很難講 硬要講的話我們其實依 系來分比較好 比如說 國文店 數學店 然後 電機店 這樣這樣之類的 那可能這樣比較 比較好講 再來第三個我們講學店 有一部分是心理問題啦 因為其實每個學校都有他的排名 那一間學校他的排名 是有一個 負比試啊之類的 去有一個事實上的根據 可是對於個人來講 他的心理排名 其實每個人都不一樣 就拿我的學校中原大學來講好了 有些人他是一個 號稱私立排名第1 那有些人就會以他為目標 可是呢如果那些在高中本來就是一個很前段的高中的同學 他去來念這個 中原大學 他覺得就一定會覺得中原很電 那 比如說你高中是一個很爛的高中 你就覺得說考中原是非常厲害的 每個人心理價值差異就是這樣 那我個人經驗呢坦白說 我為什麼說那麼深刻呢 因為 其實我那時候念的高中是 在桃園市的前三志願 那我 其實當時我的心裡是覺得中原是學店 人家都說 一個大師的養成有三個階段 見三是三 見三不是三 見三又是三 那我現在也覺得 讀大學也有點這種感覺 你 見電 是電 見電不是電 見電又是電啊 因為我後來覺得說 我 知道了我要什麼 我要的是科系的 一個文憑 我就是真的要 我這個科系的文憑 為什麼我要這個文憑 因為我要這個文憑 我才可以去參加人生下一階段的考試 我拿這樣子 他是我的鑰匙 我可以去參加下一階段考試的印考資格 我是需要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在大學的某一個時期開始 我就知道說 我就是畢業就好 我沒有要獲得什麼 額外的東西 我的目標很明確 就是我要為我下一階段 拿到這個鑰匙 然後或者是一些事先習得下一階段的東西 也就是說呢 如果 一個大學是一家店 你付了門票 其實大家都一樣 就是 那幾萬一學期 四五萬塊 或者是 可能更便宜 反正 大家學費都一樣 那進來之後 你說它是一家店 你不如說是一家吃到飽好了 你可以拿你任何想拿的東西 你也可以不拿你不想拿的東西 喔不對 同事課一定要休 不好意思 校長蠻雞掰的 那就是這樣 反正 你可以拿你任何想拿的東西 最佳的狀況是 你拿到一些很有價值的東西 最後吃飽肚子走了 那有些人是吃了一些垃圾食物就走了 那 甚至有些人連吃都沒吃 中途就被走了 還有人吃到一半被請出去了 這都沒關係 反正 學店吃到飽 這樣比喻比較合理吧 對啊 那 對於我來講 現在這階段來看 又覺得說 好像 人生的下下一個階段 學歷又 有點重要 又有點不重要 因為 它又會關乎到你的升遷 你是學士還是碩士 你的主管會依此來取決於 他要 提拔誰上來 那甚至 其實我說真的是看人看產業啦 如果你真的是很依靠老闆 你真的很想吃人工作的話 假狼逃樓 吃人工作的話 那你就 真的可能要考慮一下 墊不墊這個問題了 那如果你 其實根本不在意 你只想在意你的實力 你是實力派的 你是接案派的 或是你是作品派的 那你這類的同學你真的是 其實也不用管墊不墊啦 學你想學 學你想成為的 那樣就就好了 那 就是以上今天跟大家聊的話題啦 我是葉提老師 我們下次見